關心我們漫漫武教學的老師和好朋友 大家好 這次的教學的活動 主要所所用的教材 就是我們身體是所變的漫漫武教材 第四套第六套 少人正的花 在這課裡面主要的句型是 主詞跟動詞 就是這張什麼是什麼人正的 這樣一個句型 那在我的學校 這漫漫武的修容 我不是小孩 普通是修容的主要的語言 所以在教學的中間 會發覺小孩 這張跟那張 常常的說不清楚 也沒辦法讓我很清楚 所以在那個活動中間 我的請小孩 配合他的手 這樣動作來比 譬如說這張 那張 那張 自然他就知道說 那個風跟滾 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比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另外 大家可以發覺到 在整個 這個 巨型代幻的中間 運用很多很多的教學活動 應該都知道 普通是 其實在我們的 這樣有一個課裡面的 教學中間 不會用那麼多的活動 主要的技巧 學師 課文 以外 才會增加 一段 讓孩子 去做巨型練習 這樣 觸避觸避的活動 不過 我們這個巨型代幻的活動 呈現了這麼樣的 大量 這麼多 主要的目標 就是 可以 把所有想到的 普通是 有做的 盡量 來提供給大家 來做參加 所以 各位老師 你就會知道 看你 普通是 社會上 高校的情形 還是孩子 學習的 狀況 或是時間的 等待 來做參加 在 我們 活動 或是 孩子出場 這樣的中間 我感覺 想要給大家 稍微 提醒一下 就是 我們 特算讓孩子出場 不過 最重要的 萬能有 這個技研 學習的目標 不可以為它 怎樣 在 我們的活動中間 可以讓孩子 所有的孩子 有很多 聽 和 說的機會 不可以說 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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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氣 我們不記得說 要怎麼說 或是說只有一個人 都在說 都在算 這樣其實 這個活動 我感覺 就會失去了 它的意義 所以在這裡 特別 拿出來 跟大家 做一個分享 跟討論 另外 想要給大家 想提醒一下 就是 在我們的 活動的高學中間 對孩子來說 尤其 二年級 那麼年輕的孩子 我們老師 可以率先 跟 要出場的 規則 又 怎麼算 這樣 會過程 用一個示範的過程 來跟他說明 我感覺 孩子 會比較容易 理解 後面 我們在進行這樣的活動 也會比較順勢 所以 所以 在這裡 特別 請大家 可以來 注意 這個小小的部分 所以 大家可以發覺 有一個 說好台的活動 本來在 教學裡面 要帶孩子 出去外面 來進行 主要是希望說 這樣空間 不一樣的 轉變 讓孩子 更有一點 觸味 能夠更有 遊戲的挑戰性 跟趣味性 不過 在那些 當然 要面對的困難 比較大 就是孩子 很容易 分身 生生的 進來 就去的 立場上 所以 這個活動 如果要去我 建議大家 客人 在這幾個 的想要點 來算 讓孩子 可以 對我們的 句型 有更多的 一個 運用 理解 好 說 這麼多 主要 就是非常 希望說 這個在 實際上 到 學會 和 心得 可以 有機會 讓大家 分享一下 你也有什麼 想法 也歡迎 你們可以 來給我回饋 我們好想 來交流 讓我們慢慢 入口 可以 讓大家更方便 更進步 感謝喔